为了孩子,他一天只喝一杯20元豆浆,拜托店员给他过期食品。 19岁结婚,23岁离婚,有助两个小孩走着比谁都辛苦的路。 为了孩子,他可以一天只喝一瓶20元的豆浆,甚至到便利商店拜托店员给他过期食品。 19岁结婚,23岁离婚,有助两个小孩的李千娜,走的路比谁都辛苦。 1.李千娜,会不会后悔在19岁时就不入婚姻? 我只曾问我,如果让人生重来买药不要? 我说当然不要。 李千娜不怕挫折,结婚,生子,离婚,生病这些都是他人生的一部分,他说这些都是他存在的意义。 李千娜说自己在产前及产后都有严重的忧郁症,与前夫的价值观有很大的落差,几乎天天都在吵架,天天都在哭。 但他从不在家人面前哭,不在小孩面前哭,他说直到决定要离婚的那一刻,他才抱住两个小孩大哭。 图片来源,李千娜,20岁的一场大病,让他从此乐观看待人生。 李千娜生完孩子的隔天突然内出血,家乡的医生束手无策,直接跟李爸爸说没救了,但爸爸不放弃,带着李千娜到台中求医,紧急开刀手术,才发现原来是皮脏出血,也因为爸爸的不死心,就毁了李千娜的命。 他说在开刀时,他梦到自己陷在一个很深的漩涡里,然后他一直爬一直爬向逃出来,等他爬出来,他也醒了,他说那个漩涡就跟肚子上长长的疤痕一样,成了他一辈子难忘的印记。 为了梦想,再苦也要坚持下去。 因为结婚放弃梦想,离婚后李千娜放手一搏,带住不到十万元的现金,北上租屋比赛,成名后爆出他早婚离婚的消息,甚至有人说他自私只顾自己不顾小孩, 但其实他的朋友们都知道,李千娜比谁都还疼自己的两个小孩,只要一有空档就回南头陪小孩,也努力工作就为了寄钱回家,甚至是在他完全没有任何收入的那三年也一样。 图片来源,李千娜。 为了撑下去,李千娜曾经一天只花二十元。 在最低潮的那三年,小孩的幼稚园学费他几乎每个月都拖欠,为了寄钱回家,他曾三餐都只花二十元,最惨时,甚至一整天只就花二十元买一罐豆浆。 也曾经在刚上台北打盘时,为了省钱,曾经长达半年的时间,都厚住脸皮的跟超商店员问说有没有过期的食品可以给他,李千娜还说,后来店员看到他都直接拿一袋给他。 他说出这段往事也让朋友们心疼不已,王传宜甚至惊呼,怎么都没听你说过。 为了梦想,李千娜从来不想,放弃,两个字,为了两个孩子更是咬牙地成过去。 我记得我爸跟我讲一句话,演艺圈不是在笔石里,是看谁撑的醉酒。 所以他觉得自己就跟蟑螂一样,有助打不死的任性,而他也真的熬出头了。 为母的墙 李千娜在还没踏入演艺圈时,为了让小孩有更好的生活,他什么苦都肯吃,甚至在开刀剖妇产后的一个星期,就开始端盘子工作赚钱。 虽然难过,但他说每次哭完擦浅眼泪,他又会认命地去过日子。 他努力赚钱,几乎不会花钱在自己身上,赚到钱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小孩,他从不喊泪,因为伸出演艺圈这个环境里, 他生怕的工作就没先转,那孩子就不能有好的生活。 李千娜说,好像所有妈妈都一样,当了妈妈之后就会变坚强,也都自然而然地把孩子放在第一位。 他说他为了孩子,欢喜做,甘愿瘦,让孩子过好生活,是每一个妈妈共同的心愿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 为了孩子,他可以一天只喝一瓶20元的豆浆,甚至到电力商店拜托店员给他过期食品。 19岁结婚,23岁离婚,有助两个小孩的李千娜,走的路比谁都辛苦,PRC。 1.李千娜,会不会后悔在19岁时就不入婚姻? 我子曾问我,如果让人生重来买药不要? 我说当然不要。 李千娜不怕挫折,结婚,生子,离婚,生病这些都是他人生的一部分,还说这些都是他存在的意义。 李千娜说自己在产前及产后都有严重的忧郁症,与前夫的价值观有很大的落差,几乎天天都在吵架,天天都在哭,但他从不在家人面前哭,不在小孩面前哭。 他说直到决定要离婚的那一刻,他才抱住两个小孩大哭,图片来源,李千娜,20岁的一场大病,让他从此乐观看待人生。 李千娜生完孩子的隔天突然内出血,家乡的医生束手无策,直接跟李爸爸说没救了,但爸爸不放弃,带着李千娜到台中求医,紧急开刀手术,才发现原来是皮脏出血。 也因为爸爸的不死心,就回了李千娜的命。 他说在开刀时,他梦到自己陷在一个很深的漩涡里,然后他一直爬一直爬向逃出来,等他爬出来,他也醒了,他说那个漩涡就跟肚子上长长的疤痕一样,成了他一辈子难忘的印记。 为了梦想,再苦也要坚持下去。 因为结婚放弃梦想,离婚后李千娜放手一波,带住不到十万元的现金,北上租屋比赛,成名后爆出他早婚离婚的消息,甚至有人说他自私只顾自己不顾小孩, 但其实他的朋友们都知道,李千娜比谁都还疼自己的两个小孩,只要一有空档就回南头陪小孩,也努力工作就为了寄钱回家,甚至是在他完全没有任何收入的那三年也一样。 图片来源,李千娜。 为了撑下去,李千娜曾经一天只花二十元。 在最低潮的那三年,小孩的幼稚园学费他几乎每个月都拖欠,为了寄钱回家,他曾三餐都只花二十元。 最惨时,甚至一整天只就花二十元买一罐豆浆,也曾经在刚上台北打盘时,为了省钱,曾经长达半年的时间,都厚住脸皮的跟超商店员问说有没有过期的食品可以给他,李千娜还说,后来店员看到他都直接拿一袋给他。 他说出这段往事也让朋友们心疼不已,王传宜甚至惊呼,怎么都没听你说过。 为了梦想,李千娜从来不想,放弃,两个字,为了两个孩子更是咬牙地撑过去。 我记得我爸跟我讲一句话,演艺圈不是在笔石里,是看谁撑的醉酒。 所以他觉得自己就跟蟑螂一样,有助打不死的任性,而他也真的熬出头了。 为母则强,李千娜在还没踏入演艺圈时,为了让小孩有更好的生活,他什么苦都肯吃,甚至在开刀剖妇产后的一个星期,就开始端盘子工作赚钱。 虽然难过,但他说每次哭完擦浅眼泪,他又会认命地去过日子。 他努力赚钱,几乎不会花钱在自己身上,赚到钱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小孩,他从不喊泪,因为伸出演艺圈这个环境里,他生怕不工作就没先转,那孩子就不能有好的生活。 李千娜说,好像所有妈妈都一样,当了妈妈之后就会变坚强,也都自然而然地把孩子放在第一位。 他说他为了孩子,欢喜做,甘愿受,让孩子过好生活,是每一个妈妈共同的心愿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